今天讲的这个信息非常重要 我很少 我很少做这种事情 我如果跟你说很重要 那就是在我心目当中 是排在top 10%里面 一般而言 我觉得每件事都重要 但是呢 有些事情就是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的事情 并不一定每天会发生 特别重要的事情 在特别的时刻 会带给你摧毁性的 那个状况的时候呢 你就要先预备好 你这样才不会有点可惜 所以我很少推销自己的东西 包括今天这篇在内 我认为你一次可能听不明白 那你回去再听一遍 或者你旁边一定有需要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相信疫情期间 你会遭遇到很多很多 你没有想过的事情 疫情我一直在说 我一直在说 我相信我应该是对的 疫情 从后疫情时代才开始 现在才要开始疫情 我不知道你周围 有没有很多人 已经突然过世 对不对 而且那个死都好奇怪 这样就死了 平常当然了 这个也并没有不好 因为好死是很好的事 对吧 可是呢 总是对我们产生很大的惊讶 所以呢 我今天要来跟你们分享的 一个题目叫做 永远生命与肉身死亡 今天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记载了耶税 所行神迹当中 从人的角度来看 最大的一个 我为什么说从人的角度来看呢 因为神行神迹没有分大小 可是从人来看就有大小 对吗 请你们把脑子带来 我今天讲话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 所以你一定要仔细地听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记载了耶稣所行神迹当中 从人的角度来看 最大的一个 而且这个神迹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甚至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已经看过 也经历了这个神迹 却不自知 有的人很有钱 不知道自己有钱 这叫可怜 对不对 有的人自己可恶 却不知道自己可恶 这种叫做更可恶 所以你有什么 你没有什么 你是什么 你不是什么 你不自知 其实你没有发现真实 我想我们在座多数的人 都听过这个故事 就是耶稣教一个 已经死了四天的拉萨路 从死里复活 而且那个复活是非常戏剧性的 让他从坟墓出来 圣经上这样记载 说那死人 就从坟墓出来了 手脚裹着布 脸上包着手巾 这个是当时中东 特别是以色列人 人死了以后的做法 我就不仔细想他们怎么做 是类似木乃伊 但是没有那么的正式 以及完整 但木乃伊也是给少数人用的 大部分人是做不成木乃伊的 因为你不配做木乃伊 真的啊 木乃伊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它是特别的一种做法 当时犹太人埋葬的规矩 是人死了以后 就洗了上香膏 就把它包起来 后来圣经上继续记载 耶稣就把那个人说 叫他出来 他手上包着布 脸上遮着 他包着他怎么走路呢 那当然你就知道 因此大概是应该跳出来的 对吗 但耶稣下面说一句话说 解开叫他走 所以这是个很戏剧性的 耶稣就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了 如果你在教会长大 那么你在儿童主持续的时候 可能老师跟你讲过这段圣经 但是老师讲这段圣经的目的是 要让他知道有这件事 今天我们却要从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来看 耶稣为什么要从拉萨路从死里复活 知道一件事 跟知道这件事情 为什么有天壤之别 对吗 为什么才是重要的 有这件事只是一个事实 那耶稣为什么要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呢 因为耶稣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让人面对人类内心最深的恐惧 要让人面对人类内心最深的恐惧 人类内心最深的恐惧是什么 死亡 而且还不是死亡 是面对死亡 人类内心最深的恐惧不是死亡 因为死亡the moment 你就没感觉了 对吗 或者就算你有感觉跟外界不能沟通 只是你死了不能跟外界沟通 你死亡了你就说 这样也不用恐惧了 因为你已经死了嘛 对不对 所以面对死亡才是恐惧的 耶稣在最后一次进到耶路撒冷之前 就是他进去之前的那一个礼拜 他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 就是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 按约翰福音的记载 这个事件是接续在第十章 耶稣讲他是好牧人的比喻 他是好牧人的比喻 我讲了两次在十二月 最后一次在十二月二十一号 三十一号 你们不记得 我们已经不灰心了 做讲员做了四十年 你们不记得 只有我记得 很正常 很正常 你们不记得了 不过那一天 耶稣讲了一些话 他说我是好牧人 犹太人为了这个话起争执 后来他们就拿石头打他 我们来看一下 我念一节 你念一节 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多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 把他们夺去 这是耶稣的言论当中 对自己最明白的宣告 我上次提到 当耶稣准确地说 自己是赐永生的那一位 有时候我们听话 听过去就没有感觉了 他说他是赐永生的那一位 他要保守他的羊 永不灭亡 那如果我们进到这个圈子里面去 你听得懂吗 那你就得永生了 而且永不灭亡 但是这句话引起犹太人很大的争论 有的人渐渐接受他的想法 也有人就决定不接纳他 然后拿死都打他 过了不久 就记载了这件事 什么呢 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那今天我们要从 耶稣所行的这一件 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 来看 一方面是要印证 耶稣自己所说的话 他说什么呢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结果耶稣就灭亡了 那他的话就失效了 对吗 他说我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那耶稣会不会灭亡呢 耶稣自己会不会不见呢 耶稣会不会死呢 一方面他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我们永不灭亡这件事情是真的 一方面他也展开了最后一周 因为最后一周是个非常麻烦的一周 那一周耶稣受尽了所有的委屈 最后他就死了 埋葬 当然过了三天后 他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 是有历史上的意义 因为在历史的记录上面 他要留下来 他叫别人从死里复活 然后他自己又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有历史上的意义 第二他有神学上的意义 那这个我们就不处理 因为这个应该是胡威华院长来跟你们处理的 对吗 第三 最要紧的是 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 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历史的事件和神学的意义 不一定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可是这件事情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我再讲一遍 每一个人 请你不要想 请你不要想你是那个例外 没有例外的 因为我们人类内心 深层最害怕的恐惧 其实是面对死亡 面对死亡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害怕的 有人怕猫 对吗 有没有人怕猫的 没有啊 摇头的人都不知道我们怕猫 怕猫的人很多 那怕狗的呢 多啊 我觉得狗很可爱耶 你看 对不对 可是我前几天碰到一个 碰到一个人 我还没想到 因为他们两夫妻是一个大教会的牧师 我过去这一个礼拜是在印尼 然后上一个礼拜是在菲律宾 印尼的教会都是大教会 那一对夫妻 那个牧师已经退休了 可是非常年轻 心情 那个容貌 非常年轻 69岁 哇 很 非常 你知道牧师做到后来 有的人 吃牙裂嘴 对不对 对啊 有的人 有的人就是那个严肃 他不是 他就是笑咪咪的 可是你跟他在一起 非常的 那太太就是很端庄 你知道 印尼那个很端庄的感觉 跟你看到的印 这个印庸是不一样 它是很端庄 那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 好 那我们就都是牧师嘛 跟师母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 然后有一只狗进来 我们就 好可爱哦 结果那个师母 那个师母 就吓得跳起来 推后好几步啊 他今天就赶快走过去 就挡住那个狗 然后就叫那个狗走开 然后就跟那个师母说 不要怕 哇 我没想到说有人怕狗 怕到这样 怕狗说 就好了嘛 他站起来 推后好几步啊 然后这么 这么敬虫的人 怎么会这样呢 你就知道 每个人怕的不一样 怕不怕蛇 我不怕 你有没有听过 有人怕鱼的 你没听过对不对 我听过 那是因为你没看过鲨鱼啦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怕的东西 我们怕的不一样 有人怕老鼠 昆虫来说 有人最怕的是蟑螂 很多人对不对 可是我曾经看过 好几个人敢这样的 可是他却怕蚂蚁 你不好笑吗 你听得懂吗 他敢这样打蟑螂 却怕蚂蚁 所以我们不知道 谁怕什么 有的人怕蚯蚓 你觉得蚯蚓可怕不可怕 不可怕 我们小时候钓鱼 就把那个蚯蚓这样 无论粗的 无论细的 都拿着鱼钩这样勾进去 勾勾勾勾勾 推推推推 因为会钓到鱼 那就看你在哪里长大了 我还听到有人怕蚊子的 我讲的都是真的 我讲的怕 都不是那种说 哎呦 这样子不是 他说推好几步那种怕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 虽然怕的不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一样的 就是内心最深层的恐惧 就是面对死亡 最深层的恐惧 就是面对死亡 其实害怕死亡 其实害怕面对死亡 是我们每一个人 内心最深的恐惧 或许有些人会这样说 或许我们当中 有些人就这样说了 没有啦 我并不怕死亡啦 那是因为你 你离死亡还有一段距离 你以为你不会死 或者你没有真正想过 死亡是什么 或许这种人 连死亡也没有看过 可是当你认真思想 如何面对死亡的时候 或者当你 或你所爱的人 不得不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原来我们内心 深层最怕的 就是死亡 如果你有一个家人要死的 你最怕的是蟑螂 所以把蟑螂打死了 你的家人就不会死 去不去打 一千只也把他打死嘛 对不对 有什么怕的 所以我们的害怕 跟我们内心真实的恐惧 是有距离的 我就讲一个 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 人类最怕的死亡 人类最怕的是死亡 为什么呢 在人类的文化当中 最分歧 最多样化 最奇怪 最复杂 就是人的葬礼 人的葬礼 在全世界各国 人类的葬礼都不一样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民族 每一种文化 对于人死后 要怎么样处理 都不相同 也有不同的解释 从中国古文明 到埃及古文明 西亚的古代 到印度的古代 几个大文明古国 所表现出来 对人类死亡 如何处理都非常的不同 没有一个宗教 不处理死亡的问题 这样听得懂吗 你知道文化跟宗教 是从人类骨子里 最深的东西 它所表现出来的 的样貌 所以你说我不怕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 你知道了你就会怕 而这些葬礼当中 有的重点放在 安慰存活的人 有的重点放在 让死者可以走得很好 但无论如何 我们看到各类 各式的伤葬礼仪 就显示人类 对于死亡的无知 恐惧 忧心 我想我们大部分人 都参加过伤葬仪式 对不对 那我相信你都会哭 会难过 一方面我们真的是 思念故人 我们真的是思念故人 或者我们想到 我们对他的亏欠 希望你做鬼 不要来抓我 对吧 或者我们想到 他对我们的好 或者我们想到 我们有什么亏心事 所以我们在参加 伤葬仪式的时候 或忧伤或痛苦 其实那都是一部分而已 我们不敢面对 你知道人不敢面对 都是逃避的 所以刚才圣康说 我们常常说谎 而且我们对神说谎 敢讲这个话的人 就表示他认识自己了 你不对神说谎啊 那是因为 你不知道你对神说谎 我们最喜欢说谎的对象 有两个 一个是对神 一个是对自己 对别人的说谎 都是小事啦 你知道吗 我们最深层的就是 我们会逃避那个东西 就是什么 逃避面对死亡 那就是这个人到哪里去了 死亡到底是什么 我自己的反应是 我要怎么面对呢 即使像我们这些基督徒 圣经已经非常清楚了 启示有关死亡的真理 基督徒死亡以后 将要往哪里去 在哪里 在那里 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死亡这件事情 圣经上其实都有 很清楚的说明 但即便如我这样 在圣经已经禁营了几十年 我仍然没有办法解决 我心里的矛盾跟挣扎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你应该也不行 我没有瞧不起你 为了证明我没有瞧不起你 现在请你真实地想 你最不能失去的那个人 别看我啊 不是我嘛 除了邱华看我以外 不要看我 想你真实的 你最不能失去的那个人 想好了吗 想好了啊 我请问你怎么面对他的死亡 我是指你现在好好的 他就马上要死了 你能面对吗 其实你更多的是害怕 你失去他之后 你怎么办 而且 他去哪里你不知道 他去哪里你不知道 你也不会知道 你将来要去哪里 这种恐惧 是真实地遇到的时候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事实上 在我们要真正离开这个世界以前 我们内心最深沉的恐惧 其实就是死亡 怎么面对呢 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最主要的原因 并不是我们不相信圣经 很多基督徒 或者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 他找不到答案 也不是这个 最主要是因为 除了非常少数 我们还需要求证的人之外 并没有人从死亡以后再出来 那就是说从死亡出来的人 我们大家都不相信他嘛 对不对 因为也这些证据也都 他们对不起嘛 他们对不拢 我们怎么相信说 这个从死亡出来的人 讲这个话 那个从死亡出来的人 讲这个话 然后对得起 又对不起 对得起 对不起 对不起 也不过是你个人的经验 我们怎么知道 你真正死亡了呢 其实我们现在 没有任何的证据 看到从死亡中 回来告诉我们的答案 我们可以说 哦 原来是这样 所以其实 是我们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 也因为如此 所以死亡这扇门 一开 你一进去 没有人再出来 没有人再出来 我们怎么知道 那个人在里面的情况呢 如果我们有个朋友 出了国 出国了 就完全没有 他的资料了 你怎么知道 那边好不好呢 对吗 我最近因为 联络的关系 有些平台 我就关了 我原来有一个 很有名的平台 上面有一千多个朋友 我因为顾虑到 大家彼此的安全 我把那个平台关了 以后我失去了 几百个朋友 我再找不到他了 因为他只能用 那个平台 我只有那个平台 不能用 你听得懂吗 所以我找不到他了 几百个 我不知道他们情况 怎么样 如果你的儿女 出国读书之后 从来再也没有 跟你联络过 你发微信 你发这个 line 未读 对不对 你发whatsapp 打两个勾 不变成颜色 你用各种的平台 联络不到他 你担不担心呢 那最麻烦的 一件事情是这样 就是死亡这件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 每一个人都有份 没有一个人能逃过 而我们却不知道 结局是什么 我们怎么能不恐惧呢 那很多人说 啊 闽南话说了 死狗死丹丹 没米再煮汗煮汤 你听得懂吗 就是到时候再说嘛 我告诉你 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我说来不及 并不是你自己来不及 如果你自己来不及 那也没关系 很多人说 哇 他怎么死的 他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 最好你怎么死的 你都不知道 那就好命了 你怎么死的 你不知道 那就好命了 问题是在我们死以前 我们还旁边还有很多人 要离开我们 我最近光知道 我附近 我认识 我所认识 隔一个认识的人 在最近几个月 就不知道有多少 或者要面对死亡的 我们怎么可能不恐惧呢 你知道所有的 电影 演吓人 这个东西 恐惧片 都是所谓的死亡嘛 对不对 或者让你怎么样死 因此 我们面对死亡的恐惧 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但是我今天只能从理论上 帮你处理一下 理论上 是可以让你比较不害怕 真正碰到了 你还是会有需要处理的 可是如果你理论都没有的话 那你到时候真的碰到的时候 你是守足无措的 你就任由那个恐惧 占据你的心 从第二段圣经 我们要来看 要来看 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这个目的是要显示 什么呢 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到底要说什么呢 就在耶稣进耶路撒冷 之前的最后一段时间 耶稣借了一个很大的神迹 来让我们面对这件事情 他不仅用言语说明 他要赐给我们永生 叫我们不要灭亡 他也用一个实际的行为 来告诉我们 来告诉我们 耶稣对他们说 他说来一起来念好不好 预备请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那这个翻译 会让我们误会 那他翻译的没有错 但是翻译会让我们误会 因为有的时候是导庄句 有的时候他为了要信 亚达 他为了要亚 他就不答 这样懂吗 为了信 他就不亚 那他这个翻译是有点点困难 其实耶稣是跟他说 我是复活 复活就是我 我就是生命 我就是生命 如果你信了我 你的肉身虽然死了 可是因为我是复活 所以你跟我在一起 你也不会死 这样听得懂吗 我这样讲你比较容易懂 对吧 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 就永远不死的那个死 是指复活的生命 而不是指肉身的生命 好 等一下我会慢慢地 跟你们讲这件事情 从这一句话 这句是耶稣基督 进到拉撒路 使他复活的那个过程当中 讲的一句话 我们把它highlight出来 然后来说 耶稣说我就是复活 他是指拉撒路的姐姐 耶稣对拉撒路的姐姐说 我是复活 我就是生命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要复活 因为这个时候 拉撒路已经死了 对吗 他是先跟他说 你的弟弟其实没有死 他是活的 但是为了让你知道 他是活的 我先告诉你 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生命 所以你的弟弟 是相信我的人 他虽然现在肉身死了 他也必复活 他是为了证明这件事情 他说但是你活着信我的人 你就永远不会灵性地死亡 他说你信这话吗 然后当然 马大哥马利亚就说 好他信了 信了信了 你都对 对不对 我讲不过你 你都对 耶稣看起来他不信 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 他为了证明自己是复活的主 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我们先来看 这个是故事 或者说历史记录 我们讲四件事情 第一 他有能力让人从死里复活 他有能力让人从死里复活 刚才我们提到死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没有人能够从死里出来 死的拘禁是永远的 当一个人进到死的里面 我们就不再遇见他 不能再看见他 一直到我们也离开这个世界 照不同的宗教 我们也有可能看到他 但是我们没把握 因为没有人进去死了 看到他以前死的人 朋友 然后回来说 我看到他了 他还活着 也没有人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不能证明这件事情 可是耶稣 基督在他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当中的那段日子里面 他证明了 他有能力让人从死里复活 请我们来读第三节 第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 说 耶稣听见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 因此得荣耀 当时有一个家庭 三姐弟跟耶稣非常好 叫做玛大 玛利亚 跟拉撒路 他们三姐弟跟耶稣很好 拉撒路生病很严重的时候 玛大跟玛利亚就叫人 赶快去找耶稣 路途不是很遥远 大概有几天走路的路程 所以他们就赶快跑去找耶稣 就跟他说 你所爱的人病了 耶稣听见就说 这个病不会死 这个病不会死 乃是为了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 就是他自己 叫我得荣耀 当我们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我们以为耶稣说 这病不至于死 然后耶稣就立刻启程 对不对 就是不要让他死 就是把他病医好 我问你 病医好 跟叫人从死里复活 哪个比较难 当然是后面那个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昨天碰到人的时候 人家跟我说 李长老你有没有运动 你光看也知道 我没运动 你还问我 可是为什么 他要一直叫我运动呢 他为什么一直逼迫我运动呢 因为他说 你与其死不如 健康的活着 对吗 那你与其看病 与其需要看病 你不如怎么样 你健康就不用看病 对不对 所以他说 那怎么样 健康不要看病呢 运动是一个方法 所以这个预防剩余 治疗 所以那个人说 快死了 耶稣说 不会死了 放心 是为了我的荣耀 所以你就应该怎么样 立刻启程过去 对不对 趁他没有死的时候 就怎么样 医治他 那不是很好了吗 可是没想到 耶稣并没有这样做 他还跟他们说 不要急 不要急 我们再住两天 再住两天 以至于耶稣到了时候 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 已经死了四天 我们来看十四节 十五节 预备 请 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 拉撒路死了 我没有在那里 就欢喜 这是为你们的缘故 好叫你们相信 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 我要把这个故事讲一下 耶稣在一个地方 他们两姐妹就跑人 找人来跟耶稣说 你所爱的 我弟弟快要死了 耶稣说 你放心 他不会死 这个不会死 而且是为了我的荣耀 所以没问题 然后耶稣就竟然没有去 又在那里面拖了好几天 拖了好几天以后 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说 拉撒路死了 死得好啊 真的吗 就是这样子吗 他说 我没有在那里 他就死得真是好事啊 这是为了你们的缘故 好叫你们相信 他没讲相信什么了 他就说 走吧 我们过去 听懂吗 很坏 很怪 很坏也对嘛 对不对 你们跟得上吗 跟得上吗 就是耶稣要等他死了才去 而且耶稣还知道他死了 他死了 走吧 我们过去 你活的时候不去 你死了出去干什么 原来他是专门主持追思礼拜的 这是耶稣 在他的门徒面前 所说的话 他说 我没有在那里 就欢喜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他在那里的话 拉撒路快死了 快死了 对不对 如果耶稣在那旁边 那马达跟玛利亚会怎么样 你们都跟不上 我这样很担心我讲 你们听不懂 他会怎么样 会求他嘛 对不对 耶稣救他嘛 耶稣说 还没有死 不要救这样 是不是 不可能嘛 他就一直讲 一直讲 给你下跪 给你磕头 你赶快救我弟弟 快要死了 所以耶稣就不要面对这个状况 耶稣在别的地方等 等他死了再过去 亲爱弟兄姐妹 耶稣为了要让拉撒路死得够久 耶稣把时间拉长 有一个主要的目的 让他知道 人 他有能力叫死人复活 其实在这件事情以前 耶稣曾经有两次 叫人从死里复活 一次是在马可福音那里讲到 叫雅鲁的女儿复活 对吗 就是他从这里到那里的路上 人家说雅鲁的女儿快要死了 叫她赶快去 他就在路上赶快去 去到那里面说 去到他刚死 刚死 耶稣说好了他没死了 他只是睡觉了 你们都出去 耶稣就把他弄活了 弄活了以后呢 就跟他们进来说 他活了 那个就是他死了不过一两个小时 对不对 耶稣有一次 耶稣有一次是不是从拿阴城寡妇的儿子 叫他从死里复活 对吗 那个也是很短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他们的规矩是 一死就要立刻 抹 然后就要包 然后就要送出去 所以那也是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 所以耶稣叫 拿阴城寡妇的儿子复活 也是几个小时 就是没有超过一天 可是耶稣这一次 特别要让他超过四天 为什么 因为按犹太人的规矩 按犹太人的规矩 死了四天就一定死了 这样听得懂吗 死了四天就一定死了 这是他们的规矩 他们的规矩就是这样 所以耶稣那两次 叫人从死里复活 犹太人会说 这碰巧了 有的时候就会碰到这种事 所以耶稣这一次 因为最后一次了 因为耶稣再过去 再下一个礼拜 他自己就要死了 所以他就把他拖到四天以后 可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记载 三十九节四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就看到耶稣让拉撒路 从死里复活是非常特别的 我们来读 预备 请 耶稣说 我有时候很怕 我们现在基督教的信仰 一直把圣经简化 简化 简化 变成几个教条 然后我们就靠着教条而活 我称为那个叫做宗教 不称为信仰 基督宗教今天已经是很升职人心 叫做宗教 基督宗教 基督宗教 它的功效跟佛教没有太大差别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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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讲自己的坏话 对不对 基督宗教跟其他的宗教 没什么太大差别 可是我们基督不是宗教 我们是一个信仰 是一个believe 它那个believe是 我深深地相信 而我也这样活着 它不是一个宗教 可是有的时候 我们这个东西 我们就把它看得很随便 我们就是做好人 就要做好爸爸 好妈妈 好儿子 对不对 工作要很努力 不只是这样 这里耶稣要让这件事情 很清楚地表明出来 就是要让他死了四天 坐实了拉撒路 确定已经死的规矩 所以耶稣去到那里的时候 已经四天了 已经四天了 已经四天了以后 耶稣就叫他出来 可是他的姐姐怎么说 说你不要叫他出来了 死了就好了 我们也认了 因为按我们这里的传统跟规矩 死了四天 就已经死了 我问你 在台湾 死了几天 要死 要四天啊 没有啊 医生宣布你死亡 你活的几率就不高了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有人医生宣布死亡 又过三个小时之后 他就活过来 就要上头条新闻了嘛 不是这样吗 脑死就死了嘛 可是那 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呢 你知道人死是一个很特别的 我这样是因为我经验很多啦 我经验很多 我跟医生的经验不一样 医生都知道很多的事情 我知道的事情 跟医生知道不太一样 我常常去的时候 我们弟兄姐妹已经死了 或者死了几天了 或者我去的时候 他刚刚死 我常常碰到那个 刚刚要过世 甚至我在现场 他就过世了 过世的时候 有时候如果是意外死的 或者是没有预期而死的 家属都非常伤心 非常伤心 那我们就坐在 那个遗体的旁边 就陪着家属 家属会一直摸 然后一直哭 然后一直抱着 然后就说你不可以走 可是大概 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 我就要开始劝了 好了 好了 摸够了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到八个小时以后 我就跟他说 那我就跟他讲 再让你摸一下 再让你看一下 再让你抱一下 医生是不会来这一套 对不对 因为我不是医生 我就让他摸摸摸 我问了好多个医生 医生就告诉我说 法医特别是跟我说 八个小时以后 就尽量不要碰他了 因为他已经产生了 腐败的状况 他那个腐败 是会影响外面的 人一死 心脏一不跳 血一停 血液里面的细菌 就急速增加 非常快地增加 要把这个身体腐化掉 这个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的一个机制 所以八个小时以后 就不要再碰他了 不要再碰他 不是什么禁忌 不是 是对你身体不好 因为他身体 已经开始产生湿斑了 他已经开始产生气菌了 多到已经满出来了 所以你不要碰他 我就跟他说好了 所以他姐姐说了 死了四天了 已经臭了 已经臭了 你不要再叫他了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 当你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当你看到 耶稣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 而且已经是四天之后 你有什么想法 你有什么想法 当然你可以说我不相信 那没关系 但是这里耶稣 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记载 它是记载耶稣 可以叫一个人 死了四天之后 从死里复活 我不知道 你觉得这件事情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觉得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是耶稣基督 是能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 我不知道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我们而言 死是我们最害怕 面对死是我们最无知 可是耶稣有能力 让人从死里复活 其实重点不在于 死去的人复活要做什么 重点不在这边 因为拉撒路 请问现在还活着吗 没有了 没有了 他也死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复活这件事情 不是让他不死 他复活这件事情 是让耶稣要让别人知道说 我能够叫人从死了四天 又从死里复活 所以重点不在于 这个死的人复活 要做什么 而是耶稣做这件事情 是在说明我有这个能力 我有能力控制死亡 我有能力决定死亡 耶稣有能力让死人复活 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记载当中 二十五节就是一个宣告 宣告 对不起 在前面 二十五节就是宣告 我们再把这个宣告念一遍 来我们来念 这句话是耶稣对马大说的 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还没有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 他还没有 你们应该不困难吧 我这样讲到的方式 现在电影都这样演的 就跳来跳去 然后剪接了半天 你要想半天 说原来这个是这个之前 那个是这个之后 我本来讲到不是这样 因为现在电影都这样演 我也这样讲 这是耶稣对马大说的 可是对你我而言 我们信耶稣有能力 让人从死里复活吗 我们信耶稣有能力 让死人复活吗 你要心里面先说信不信 你说那这个耶稣叫人 从死里复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的家人死了 我可以去找耶稣 然后让他从死里复活吗 你的意思是这个吗 我告诉你 我的意思不是这个 我的意思只是要告诉你 耶稣有能力让人从死里复活 结果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 十几年前 我想快二十年了 我们教会有个非常优秀的弟兄过世 十几年了 他过世的时候简直不得了 为什么 因为正当壮年 第二 他能力很强 第三 非常爱住 第四 在社会上工作 非常有能力 他心肌梗塞 立刻就死了 我讲的不是立章老 还有一位比他更年轻的 三十几岁 他爸爸妈妈晴天霹雳 他的妻子哭到不行 我就在那里陪他 我刚才讲说超过八个小时 不要再摸 其中一个就是他 我跟他说 好了 我就坐在那个等 因为要等验尸 要等法医跟检察官来验尸 因为他的心肌梗塞 来不及 我就在那里等他抱抱 后来他的妹妹 在美国 过了几天 他哥哥过世了 他妹妹就打电话给我 跟我说 李哥 上帝跟我说 我的哥哥会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回台湾 你陪我去 去哪里啊 去殡仪馆 他跟我说 我们把冰箱 把那个冰在那个冰库里面 拉出来 他说 你叫他从死里复活 他就会从死里复活 他那个妹妹跟我说 他的妹妹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他说 约翰福音有记载 他说 神也告诉我了 他说 你跟我去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我并不是不相信 这段圣经 我只是不知道 神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我怕他崩溃 我怕他 因为这件事情 看起来不能印证 反而推翻了他对圣经的相信 你听得懂吗 我的 他如果复活了 当然很好嘛 谁都高兴 他爸爸妈妈高兴到不行 我上个 两个月前 还碰到他妈妈 我到连南去讲道 碰到他妈妈 我每次看到他妈妈 我都抱他妈妈 他妈妈年纪很大了 我就抱他妈妈 他就说 他就说 李长老我们好一点了 十几年了过去 他才好一点 所以 我如果有一点点希望 我有一点点希望 我都会带他的妹妹 去殡仪馆 把那个尸体拿出来 然后叫他从尸体复活 我不是不相信这件事情 我只是 知道耶稣讲这句话的重点 不是要那个人从尸体复活 你听得懂吗 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能叫人从尸体复活 我能跟我要是两回事 对吗 你能不一定你要吧 所以除非我也有很清楚的感动 所以他这样讲的时候 我也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你要知道 这下子一祷告 如果真的活的话 我就出名了 对吗 真的 那从此以后 我就不用传道了 整天去祷告叫人 死里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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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变成神医 对不对 还不是神医而已 那就不得了了 但是我相信神 没有要做这件事情 我真的没有 后来他回来 他也越来找我 我就陪他 也陪他哭 也陪他讲话 可是我就没带他去 我相信他 事后会不会恨我了 但当时他应该不能接受 所以第一 耶稣叫拉撒路 从死里复活 的目的是 要让人知道 他有能力 叫人从死里复活 这是第一 第二 他知道自己 会从死里复活 他知道自己 会从死里复活 耶稣叫拉撒路 从死里复活 显示出 他知道自己 将从死里复活 我们刚才才提到 耶稣叫拉撒路 复活的时间 是发生在最后 一周之前 这个是人类 来看最大的神迹 耶稣叫人 从死里复活 如果我们不想 就不稀奇 我告诉你 能够从死里复活 我们越想越不可能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称 死人复活 是人类最大的神迹呢 因为我们要知道 摧毁的力量很大 但复原所需要的能力更大 对吗 我再讲一遍 我怕你跟不上 摧毁的力量很大 但复原所需要的能力更大 飞机撞到双子星大厦之后 纽约的 他倒了 从他撞上去到他倒 就是我就给你 最多十几个小时 二十几个小时吧 全部倒塌 就是几天的时间嘛 对不对 你知道光重建要多少时间吗 摧毁的力量 比起复原的力量来说 那是小太多了 小太多了 摧毁的力量都是一瞬间的 复原的力量却必须一点一滴做起来 当时在广岛跟长崎丢了两颗原子弹 对吗 到现在还没复原 到现在还没复原 当时这两颗炸弹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进核 进原子弹 为什么 虽然大家拼命做 没有人敢丢 因为丢了以后就没办法复原 假如只要有一个国家按了核子的 所以那个是拿来吓人用的 那个不能按的 你知道吗 一按全世界都按 几百颗通通按出来 几千颗通通按出来 反正要死大家一起死 没有人说你死我 你活着我死 没有人要这样 所以大家都是等着 谁先按 谁敢按 谁按看看 你按我一定按 全部都死 广岛跟长崎到现在还有这个困难 生出来的孩子 没有办法改变 那个状况没有办法改变 我们知道 哎呀就不要讲那么伟大声 就讲我们几个人的事情好了吗 我们不是听过一句话吗 并来如三岛 并去如抽丝 对吗 我问你三岛很难对不对 但抽丝更难 我 去年十月跌倒 跌倒以后呢 我不觉得怎么样 我不觉得怎么样 就是皮厚 你知道吗 我不觉得怎么样 可是呢 学校就很紧张 因为我的服饰非常忙 他们就说 一定要照X光 一定要照X光 就我去照了 照了以后 骨头这里有裂开来 然后那个医生过来的时候 我就说 我说我完全不会通 这个需要吗 我就会这样一直抓 他说 你是不需要挂这个 他说问题是 你年初的时候 你曾经裂过一次 那次裂得很严重 他说你复原了 我说有吗 你知道吗 医生说你想想看 对哦 你们大概不记得了 我有半年 我还一直去找那个 那个叫 那个按摩的那个 谢嘉哲 他还把我拼命推 你知道吗 他还说痛就要弄 我还好没有给他弄断了 后来因为我去照X光 医生可能拿错片子 医生说没有问题 后来那个医生说 他说你很严重 你当时裂得很严重 怪不得我半年 手都不会动 不太能动 你知道吗 半年 所以他说我这一次 是因为你裂在同一个地方 我怕你拼开 他说我怕你裂开来之后 整个手这里就断了 他说所以我叫你不要动 就把我包包绑起来这样 但是你知道 我都没有很听话了 因为耶稣能叫人从死里复 不用怕 所以我就没有用 可是真的病去如抽丝 对吗 就慢慢弄 慢慢弄 慢慢弄 我们也知道 疾病叫一个人衰弱很容易 但一个疾病要恢复很困难 最后我讲 从有到无不困难 从无到有才困难 对吗 从有到无不困难 从无到有才困难 你把有生命弄成没生命 很容易 虽然要把人擦死也不容易 可是你要叫一个死的人复活 那就没什么希望 所以耶稣做这件事情的目的 是要说 他能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目的是 因为他也要给他们有信心说 你们不要害怕 我会去死 我会死 我会被钉死 可是因为我有能力叫人从死里复活 我也有能力 那他复的能力 他我以复原为一吗 所以我会从死里复活 所以他知道自己将从死里复活 他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目的有 一 我有能力叫人从死里复活 二 我自己会从死里复活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他怎么不动 好 二十一 我们来读二十一节 预备 请 从此耶稣才指示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祭司长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他向门徒说的 我会复活 他向门徒说的 我会复活 所以耶稣一次两次 跟他的门徒说 我会从死里复活 通常一件事情要做 你要做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耶稣的做法都是他先说 然后他再做 不要放马后炮 所以他说 我叫人从死里复活 而且我也会死 我也会复活 他先讲 因此他亲口对他们说了以后 最后一周 他为了要说 他以后也会这样 就在一周前 先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 然后后来 他就从死里复活了 以至于这段时间 短短的几天 他们的门徒不会失去信心 因为他们假如说 耶稣一起死了 然后他们门徒就说 没有关系 他不是说了吗 有的人说 他说了有什么用 他已经死了 然后就会有人说 说那拉撒路不是死了吗 四天了吗 不是从死里复活吗 所以我们最少要等四天 对吗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你知道我们读圣经 那就是我最怕 很多教会现在传的圣经 只是一种 只是 只是一个 预防针 你知道预防针就是疫苗 疫苗是 打了可以防止 对不对 可是没有什么更重要 叫解药更重要 疫苗是 打了可以预防 对不对 可是它的效率不是百分之百 可是如果你有一个百分之百的解药 才有用嘛 就得了 一吃进去就立刻好 所以解药才重要 今天很多基督教是变成是疫苗 这样听得懂吗 可是我们要的不是疫苗 我们要的是什么 解药 所以基督信仰 如果不是真正深入我们的里面 它就是一个疫苗 但我的疫苗 我们又是疫苗一定不好 疫苗真的可以帮助我们 度过很多的状况 可是要真正的解药才行 可是当你有真正解药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有疫苗了 这样听得懂吗 这样听得懂吗 我应该觉得 这种道在你们当中讲还不能 你们还听不懂的话 我到外面完全不敢讲 真的完全不敢讲 这个道到外面 完全别人听不懂了 因为如果你能够找到解药的时候 你就可以预防了 第一 耶稣叫拉撒路从十里复活 目的是因为第一 他要让人知道 他能够叫人从十里复活 这没问题了吧 第二 他先说了以至于 他知道自己将从十里复活 这第二 第三就更难了 可以继续讲吗 可以 不然我听一半 你回去也很麻烦 对不对 第三 肉身的死亡跟灵性的死亡 是有所不同 我们来到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肉身生命的死亡 跟灵性生命的死亡 有所不同 耶稣叫拉撒路从十里复活的这件事情 显示 肉身生命跟灵性生命的截然不同 截然不同 今天我们很在乎的是 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会不会死 以及我们这个肉身死了以后会去哪里 事实上 不仅我们在意这件事情 当时马大和玛利亚所在意的 也是拉撒路的肉身生命 对不对 我再讲一遍 我刚才弄了个半天后 还在讲肉身的生命而已 肉身的生命我们已经受不了了 可是问题重点不在那里 重点在灵性的生命 我们来看第三节 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 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这就是当时的状况 拉撒路病了 马大和玛利亚就去找耶稣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希望拉撒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对不对 所以耶稣你赶快来 可见这个病其实不轻了 他是希望他赶快能够好起来 可是21节 对不起 21节我们来念一杯 请 马大对耶稣说 主啊你多长在这里 我兄弟 好 三节到21节当中 耶稣就没有去 还拖了时间 去到那里的时候 已经死了四天了 所以马大看到耶稣 就有一点点的抱怨说 这么路也不是很远 对不对 你走这么久 如果你早在这里 我兄弟就不死了啦 所以当耶稣到了 伯大宁的时候 马大就有这样子的抱怨 虽然一方面 你从这句话 肯定他有医病的能力 对吧 对吧 这句话说你早来 他就不会死了嘛 所以肯定要医病的能力 但如果耶稣当时在 拉撒路就不会死嘛 不会死嘛 所以你就知道 马大面对 拉撒路这个兄弟 是注重到他的 肉身的生命嘛 肉身的生命嘛 他是为了耶稣的肉身的生命 来求耶稣的嘛 然后到看32节 预备请 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 这都是我们的观念嘛 对不对 要是你会不会这样讲 你会瞧不起 马大跟玛利亚吗 不会啊 我也觉得这两个姐妹 讲得很有道理啊 可是对耶稣而言 他看重的却不是 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 我说他看重的是相对于 他更看重另外一个东西 那就是我们灵里面的生命 死这件事情 并不是这么单纯 只是肉身的事情 不是肉身的事情 我们读第四节 预备请 耶稣听见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 因此得荣耀 这次又 现在又要剪接了 对吗 我又跳到前面去了 到第四节去了 到第四节去了 那个时候 他的那些朋友来的时候 就说耶稣你赶快下去 你爱的人病了 可是耶稣说 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神的荣耀 可是我问你 后来死了没有呢 那为什么不至于死呢 他如果说死了 我叫他复活 那就还好嘛 对不对 那耶稣讲话就不准确嘛 他说这病不至于死嘛 乃是为神的荣耀嘛 所以可见 这个死跟那个死 一样不一样啊 合不合理啊 合不合理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说 这个病不至于死 所以他讲的 这个死就不是肉身的死 为什么我们知道呢 来我们读十四节 这两个都是耶稣说的 而且都是相距很近啊 十四节 一杯 请 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拉撒路死了 我没有在那里 就欢喜 为你们的缘故 好叫你们相信 那些人来找耶稣 就知道 你的朋友 好朋友 拉撒路快死了 他姐姐叫你赶快去 耶稣说 这个病不会死了 不用紧张 不会死了 你们先回去吧 他就在这里 后来 拉撒路就死了嘛 对不对 拉撒路死了以后 耶稣就知道了 他怎么知道的 我们不知道 他说不定是 那个他姐姐打电话给他 跟他说 我弟弟果然死了 穿越剧 好 十四节 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的门徒说 拉撒路死了 那你前面不是说不会死吗 怎么过了两天 又说他死了呢 而且还说他死了好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过去 可见这里面有两个死 这里面有两个死 我们发现 起初耶稣说 这并不至于死 可是后来又过了几天 又说拉撒路死了 耶稣讲话怎么这么矛盾呢 不是不至于死吗 怎么又说是死了呢 其实在这边 耶稣所指的死 我把它放在一页里面 你要看 有两方面 一个在十四节十五节 这个是肉身的死 这个肉身的死 是因为病 是因为老会死的 我们当中 所有人的死 都是因为病 因为老 因为意外 对不对 因为有某些不知道的原因 我们肉身会死 可是耶稣在第四节 讲到的是另外一个死 这个死是指灵性的死 他说这个病不至于死 不是肉身的死 这个病不至于死 是他的灵性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除了我们肉身之外 我们都有个灵性 我告诉各位 这个不是我们基督教 专门讲的 很多人说 我这次在菲律宾 碰到有一个人 他真的是有一个 他有点聪明 他们全家都信耶稣了 他不信 他年纪蛮大了 七十几岁 他看到我去了 他们就跟他说 这个是个长老 虽然我看起来不老 但是我是长老 他就说 我就过去跟他 他就说 他说他们说你是长老 我说对 因为我长得老 他说没有啦 你看起来年轻 没有 我说我蛮老了 在那边聊天 他就问我几个问题 我告诉你 所有的宗教 没有不相信 另外还有一个灵魂的 没有 他如果不相信还有灵魂 他基本上就不是宗教 这样听得懂吗 至于他把这个灵魂叫什么 是另外一个叫法 他把这个灵魂叫做什么 是另外一个叫法 但是一般我们通说就叫做灵 还有一个灵 我们每个人都相信了 很少人不相信的 很少人不相信的 除非你是经过非常严格的训练 训练到一个地步 然后你是用思想在控制 那你有可能 我告诉你 为数极少 为数极少 所以我们都感觉到 我们都知道 我们还有一个生命 我们一般而言 就是称它为灵性的生命 可是我们都知道 灵性的生命也会死 我们知道 所有的宗教都这样 你去问佛教的人 如果你一问 他回答出来的不是这样 他就是道行不生 他会讲出来 道行不生 真的道行生 他就会告诉你 当然有灵的生命 所以圣经上有的时候提到死 是指的肉身的死 有的时候提到的死 是灵性的死 如果我们不能弄清楚 肉身生命的死亡 跟灵性生命的死亡 有所不同 我们的重点就会放错 我们重点常常是放在 保存自己 这个存在的生命 没有把它放在 灵性的死亡 因为灵性的死亡 其实更可怕 其实更可怕 从神的角度来看 那我跟各位这样讲 其实别的宗教 跟我们的讲法也是一样 很多一样的 只是他们的解决之道不一样 但这个没关系 我这样讲 我在我们当中 有任何相信别的宗教 或者我们这个 这个是无远佛居的 你还可以一直听 一直听 别的宗教 也会听到我们讲的东西 我都不怕跟他们讲 因为他们也跟我们的观念 是一样的 那就是到底什么比较重要 到底什么比较重要 我讲一点点 小乘佛教的东西好了 你知道他们认为 这个身体并不重要 所以他们可以吃得不好 他们可以用得不好 他们宁愿吃得不够营养 我们来看 动物的肉也不吃 鱼肉也不吃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在乎 这个身体他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 他对这个身体的注重 注重的是 他里面要保存 这个身体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要活着 他是为了要修 听得懂吗 要修 他保存这个命 是为了要修 那修什么呢 修灵性的生命 修灵性的生命 所以你不要看他 他们真正的高僧 他不吃 还不只是杀僧问题 他是要修 他是要修 所以每一个宗教 都有他的思想的模式 但我们的信仰 是告诉我们 这个灵性的生命 远远比我们肉身的生命 更为重要 因为神看一个人灵性的死 跟一个肉身的死 是大大的不同 神起初定义死亡的时候 Define 定义死亡的时候 就有分为灵性跟肉身 我们来看 回到创世纪 现在创世纪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耶和华吩咐 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我简单讲 那个必定死的死 是灵性的死 所以亚当 蛇引诱夏娃 然后夏娃就跟亚当说 夏娃还不错 还跟亚当先商量商量 对不对 那亚当就说 听没嘴 大富贵 对不对 所以太太的话一定要听 我看到你不是很满意 他就吃了 他一吃 他有说 白雪公主中毒了 这样吗 没有嘛 对不对 他没有嘛 他吃了还叫他太太吃 吃了两个人 后来上帝来了 他们两个就躲起来 还发现自己 没有穿衣服 还去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了 然后上帝来 他们就躲起来 哪里有死啊 没有吃以前 还没有那么活泼 吃了以后 还更活泼 你有沒有发现 以前耶稣来 以前上帝来 他们还乖乖的出去 上帝你好 现在上帝来 躲起来 给他找找看 对不对 所以他讲的死 一定不是生命的死 可是他说必定死 他必定死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对亚当说 告诉他说 你可以自由自在的活 这就是我们今天 自由意志的来源 你怎么样想 怎么样做都可以 只有一件事不要做 就是圆中树上的果子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你不可以吃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是什么意思吗 善恶树上的果子 不可以吃 它只有一条禁令 只有一条禁令 可是 亚当夏娃 就什么都 我不知道他吃了多久了 我们真的不知道亚当夏娃 看起来不会老 对不对 所以你讲这句话 到他吃的时候 过了几百年 我们也不知道 你们以为是第二天 对不对 没有啦 亚当夏娃也没那么笨 对不对 没事去 他只是一直看 这可不可以吃 为什么不可以吃 我告诉你 亚当夏娃很清楚知道 吃的日子必定死 他不像我们这么无知 我们因为太多东西了 他们当时多么pure 多么纯洁跟上帝 其实上帝是跟他说 你吃的日子 你就是违反我 你就是不想听我的话 你就是要离开我 他们不会不知道 所以他这个死的意思 他不是我们今天知道的 但是他们却知道 什么叫做分别上下书上的果子 吃了你必定死呢 因为分别上下书上的果子 吃了就代表亚当夏娃 要离开神 选择走自己的路 选择自己下决定 这样听得懂吗 我不多讲了 因为我讲过很多次了 在我们教会 我就不多解释了 他是说我给你一个选择 就是你吃的那一天 就是表示你要离开我的意思 他是very clear 你吃的日子就是你要离开我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他们吃了以后 他们就是准备到外面 探索奇异的世界 他们想说 如果没有上帝会怎么样 如果没有上帝会怎么样 所以他这里的死 并不是肉身的死亡 我们都知道 亚当夏娃斯那天 没有马上死 对不对 肉身的死 可是他已经灵性死了 什么要灵性死 他对神害怕了 他会躲神了 他自己判断了 你听得懂吗 他自己判断了 他说我赤身肉体 我赤身肉体是不对的 他自己判断了 如果上帝说 我造你的日子 你赤身肉体是羞耻的 他一定会另外造衣服给他 对吗 听得懂我的逻辑吗 那上帝为什么 让他们赤身肉体呢 因为赤身肉体 是不会羞耻的事情 这是上帝创造的不羞耻 你知道我们今天 所有人穿衣服都是 都觉得羞耻 可是这个观念 不是从神来的 可是他自己决定了 他自己决定了 他自己决定了 然后上帝来 他就躲起来 为什么 因为害怕 如果你完全没有得罪一个人 你会害怕吗 不会 你为什么怕他呢 你知道 老师都是给不好的同学害怕的 对不对 你知道好学生都不怕老师 为什么特别喜欢老师 因为老师来会彰显我的荣耀 考卷一发 对不对 彰显你的荣耀 所以为什么 有的人怕老师 因为他在老师面前 他有亏欠 你知道这是人类共通的 所以亚当那一天的所有的举动 是证明他们已经灵性死了 可是你知道上帝最伟大的事情是 我们一直都没有讲这些 假如这里就是伊甸园 假如这里就是伊甸园 假如这里就是那分别三二数 你知道亚当吃了以后 上帝来了 他就跟 反正一段对话 亚当就说 我吃了 耶稣上帝说 难道你吃了吗 当然知道 他问他 难道你是吗 他说 是你所造的这个女人叫我吃的 所以是你错 对不对 然后他就问夏娃 夏娃就说 是蛇叫我吃的 所以千错万错都是 别人都错 对啦 别人 是神的错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再怪我的 都是你错 其实一直到他敢离 假如那个是伊甸园的门 敢离之前你回去仔细读 上帝一直给他机会 一直给他机会 一直给他机会 只要他说什么 对不起就好了 对不起就好了 你知道所以我们信仰当中 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对不起 我错了 错了百分之一 还是我错了 今天我们最大的麻烦就是 我错百分之五 你错百分之九十五 你欠我百分之九十 听得懂吗 这就是上帝最不喜欢的 只要对欺骗 问你有没有错 不说我有错 他错了更多 对不对 有没有错 你错了更多 所以怎么样 就是我没有错吗 没有 我有错 但是我不要承认 那在我认识上帝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上帝最想要的 就是我说我错了 他不是喜欢 他不是喜欢叫我们认错 来高举他自己 他是要我们承认现状 你知道吗 所有要进步都要先承认现状 否则你不能进步 你不承认现状怎么进步呢 因为你不知道 where you are 你怎么样improve你自己呢 所以你要先说我错了 所以我错了是整个基督信仰的 最重要一句话 最重要我错了 可是一直到离开那个门 一直到离开 没有 他没有说 亚当咬死了就是不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很多人说 但你干嘛用分别善恶数呢 上帝你明明知道啊 你为什么要分别善恶数呢 这个是你要必须给他的 因为他虽然是受造的 你有没有让他自由选择 他可以离开你 了解吗 你要知道 离开再得回来 才是真的 没有离开 你怎么知道他会回来呢 所以上帝对我们并没有不公平 他就说你离开啊 只有说我错了 难道我们连这一点点良心都没有吗 任何一个人受造的都有这个良心 就是不肯说 所以其实重点在于 重点在于 肉身生命的死亡 与灵性生命的死亡有所不同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 我们一定会死的 每一个人都一样 每一个人都一样 可是我们这个灵性生命的死亡 却是亚当已经死了 我们留下来的就是一个死的灵性 什么时候活过来 当你第一次说 I was wrong 你就活了 你跟神说我错了 我错了 你救我 这是我们信仰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一天我跟那个 那个有智者啊 老人家啊 在那边聊天 他们在那边烤肉 在那边弄弄弄弄 我就跟那个老人家在那边聊天 他就跟我说 他说基督教怎么样 讲到最后 我就跟他讲 我说其实基督 他他问我说 那你既然以前在大学教 这个宗教比较 那佛教怎么样 他就跟我谈嘛 他就懂佛教的人 就谈来谈去 谈来谈去 我就说 他就问我说 那你既然都研究了 你为什么选择基督教呢 哇 你看 你知道吗 会问这个问题 他不简单啊 他说你为什么 你都公平地教 教完了结果 你为什么选基督教 我最后就跟他讲 因为他年纪也大了 时间也不多了 你听得懂吗 我都不开玩笑的 我说我跟你讲 我亲你的话 我也不要跟他转弯抹角 他一定想很多了 我再怎么讲 他也都想过了 我就跟他讲 我很简单 我贪图便宜 我就这样讲 我贪图便宜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佛教 要修到怎么样 才可以拖出轮回啊 你听得懂吗 我几万辈子 几十万辈子 我也修不出来嘛 我还不如相信一个 你听得懂吗 我说I was wrong 就好了嘛 你知道他听到他吓一跳 他说原来你偷懒啊 你才知道啊 你才知道啊 我就要偷懒 因为我研究完了之后 研究一神论 多神论 犯神论 无神论 我想来想去 我弄来弄去 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我为什么要选一条 难走的路呢 你听得懂吗 有异行道跟难行道 异行道叫做信仰之道 难行道叫做分析之道 你分析道 我信都还掉成这个头发 我要是用分析的话 我头发都掉光了 我还是保住我的头发吧 所以肉身的生命的死亡 跟灵性生命的死亡 在各种宗教都有 不是只有我们有 而我们的方式 那你可以说我不要信仰基督教 OK Go ahead 没关系 个人喜好不同 你就走吧 可是我告诉你 在我的里面 我就真相信 这个灵性生命 神给我之后呢 祂是把祂的生命给我 听得懂吗 如果你公平的研究的话呢 你的佛教是要修出来的 当然了 你说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请便 对不对 我可不去 只要有人愿意拉我一把 我要拉着就上去了 我真的我的信仰 就很简单 我没有那么复杂 我就是说 我走简单的 我不走复杂的 我相信 我接受 因为这个缘故 就回到最后一段了 今天这个有点难了 但是我想要把它 一次讲清楚 他先前的宣告 他是什么 永生的赐予者 耶稣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 这个历史事件 其实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 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 他要用行动来证明 他先前所说的 因为先前所说的 我们一开始就讲了 在十章二十八节 帮我按一个 对 我们来读十章二十八节 预备 我上次也说了 今天一开始也说了 这是耶稣对他自己身份 一个很重要的宣告 就是他宣称自己 是永生的赐予者 什么是永生的赐予者呢 就是我有永生 我赐予嘛 对不对 如果我说 没有钱的都来找我 我可以给你有钱 那我问你 我有钱没钱 这样明白了吗 你们一定要用钱才能明白吗 不能用永生来明白吗 耶稣说我赐给你们永生 叫你们永不灭亡 那他就是永生嘛 对吗 你来我就给你 那表示我就是啊 他们就永不灭亡 可见永生跟灭亡是相对的 那简单讲就结束了 因为今天超过时间了 永生是指永远与神同在 灭亡是永远不与神同在 他们的相同点是 都活着 我现在讲灵命 我现在讲灵命 灵性的生命是 永远与神同在 叫做永生 灵性的死亡是 永远不与神同在 叫灭亡 而这个灵命永远活着 现在早就已经说了嘛 物质都不灭了 那灵魂会灭吗 你去问佛教 他绝对告诉你 灵魂不会灭 你去告诉 你去问所有的人 你去问 New Age Movement 你问他灵魂会不会灭 他告诉你灵魂不会灭 所以全部的人都认为 灵魂不灭 既然灵魂不灭 那怎么样就是 永生跟灭亡呢 永生是指 你灵魂不灭 与神同在 那灭亡是指 灵魂不灭 不与神同在 我是不太愿意 跟佛教的人争执 因为争执并没有好处 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 基本理念 可是如果我要跟他争执的时候 我会问他一个话 你要一直这样轮回 一直这样轮回 然后灵魂不灭 还是要像我这样 我活在神的面前 我不必轮回 我一次到位 我就到了 我就好了 我永远与神同在 他求的就是要与神同在 你听不懂吗 或者他们叫做涅槃 涅槃是消无吹去的意思 他们要脱离轮回 他们的目的就是脱离轮回 但是他要轮回一个 几千几百万次 那我一次就到位 对了 他就说我偷懒 难得偷懒 能偷到懒得不容易 只要说我错了 就好了 但问题是 事后证明我们的生命一直改变 你有没有改变 有吗 你有没有更爱人一点点 有 你有没有更愿意把手上的钱给别人 没有 有啦 我相信你有 我相信你有 你有没有愿意把时间分给别人 你有没有更愿意怜悯别人 你有没有愿意更同情别人 你有没有更愿意别人看法跟你不一样的时候 你没有那么恨他的有没有 这样明白吗 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 我们是靠那个灵性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他是永生的赐予者 其实我们的肉身都一定会死亡 好 我结束了 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 我们每一个人永生 我们肉身的生命一定会死亡 一定会死亡 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把眼光放在我这个肉身会死亡 或者我所爱的人肉身会死亡 如果我们一直放在这个 你就不会注意到灵魂的更重要的那一面 我们应该让这一面长 然后那一面消 所以这个冲击就不会太大 听得懂我这个意思吗 因为这个冲击是一定大的 我母亲过世到现在六个多月了 再过几天就八个月 再过几天就八个月了 其实我因为很忙 我每一个礼拜只见我母亲一次在台湾 或两次最多 可是我母亲过世之后 我当然知道我妈到神那里去了 我非常清楚知道 她自己也知道 她再三跟我说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完全知道她哪里 可是她走了以后 我还是会突然想到她说 我每一次从国外飞飞机回来的时候 坐飞机回来的时候 我就拿出我的祭司 说哪一天就看我妈 结果现在我妈妈不在以后 我还是每次坐飞机 一上飞机我就拿出我的祭司 不是说哪一天就看我妈 我妈不在了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肉身的死亡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冲击 可是怎么样把这个冲击减到最少 是你必须面对的很现实面 这样听得懂吗 我没有告诉你说 肉身的死亡不重要 我完全没有这样讲 那个是你不能逃避的 那个是你无法面对的 就是那个冲击来说 你就是会突然不知道怎么办 我这一次从印尼回来的时候也是 我上飞机的时候我就想说 对我要看我妈 哪一天要去看她 不用了 她已经去了 那我大概几秒钟或几分钟 好了就好了 因为她到主那里去了 所以即便你知道这件事情 都这么不容易 那你不知道怎么办呢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灵命更重要的事情是 灵命今生还可以活得很开心 很快乐 很满足 你为什么不做这个部分 然后你就逃避肉身的死亡 跟逃避灵性的死亡 好 最后一分钟就好了 本来要分两次讲 我怕你们这次来跟下次来 不一样的人 所以我就不管了 反正中午要吃饭不吃 对不对 你要吃就要留到那么晚 我们一定要 我们一定要得到这个灵性的生命 可是得到灵性的生命 只有一件事要做 说 我错了 我知道这句话不容易说 对不对 夫妻吵架的时候 会先说我错了吗 我等你先说完我就说 可是跟神你不必这样 而且你没有要给别人看 你就是一个没有丢脸的机会 没有丢脸的机会 你就跟神说 我错了 我得罪你 就好了 很简单 immediately 立刻 上帝我错了 我是一个罪人 我得罪你就好了 如果你还没做过这个话 今天就说吧 如果你是看影片的 无论是现场 无论是将来你看到的录影 一句话而已 神我错了 我愿意接纳你 赐给我灵性的生命 让我永远与你同在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今天用花很长的时间 超过我们所规定的 但是我只想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说 我们最害怕 我们最担心 我们人内心最深层的恐惧 是面对死亡 可是我们却被这个肉身的死亡 所限制了 以至于我们忘了我们那个 灵性的生命的死亡 是更可怕的 因为那个是永恒的 所以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今天知道 原来你就是那位 有能力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 你也知道你自己会从死里复活 因此你让我们知道 肉身生命跟灵性生命的不同 求你这位赐永生者 把永生赐给我们 听我们祷告 我们现在要一起用饭 求你也让这些食物 成为我们身体的力量 让我们弟兄姐妹 可以彼此相亲相爱 一起活着 在有生之年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现在要分散愿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